《佛洞生活中投影片》 童話座談就開始 我是社會信任文學長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來參加 我還是稍微介紹一下 因為下午上有些很失效的人 還是稍微介紹一下背景 我們今天是台大風險社會 社會政治研究的東西 因為從去年開始 我們接受廣告的微博 要去超民地的關於社會影響部門的規範 這個案子其實快要結束了 我們會超完這件大致完成 這個過程之中 其實我們覺得台灣一般 無論是NGO 無論是撰寫環境報告的部分公司 或者是政府官員 對這個社會影響的這個新的概念 都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們作為環保族的包商 其實做了很多包商 國際做的事情 我們翻譯社會影響復估政策 這個是其實國際影響復估 就學會授權給我們 就把它翻譯出來 那今天請到的是很重要 集中規最主要作者就是 我們在討論的那個 就是我們本來是大學的文化地理系的老師 他是國際在研究 有皮膚研究的研究的專家 上午內堂主要講的是目前國際的體驗 我想說下午非常沒有一個機緣 所以我們就找了一些隨便做運動者 試著把台灣的體驗帶進來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會參與的人 我們翻揮了一叫做大家應該知道 我們直接找我們知道 我們三位的這個論壇理男人 第一位是林朱雅 他是個晉級大學吧 第二位是李翰 李博士 他是第九風靡地經會的組合理 第三位是白鴻生 他是素人協會的常務卿 他們兩位是周災院很多的運動 而且他已經很久了 所以對這個環評的抗爭 技法非常有熟悉 那我想說等一下的行事是這樣子 我們其實這個活動是到五天 那我們會分享兩段 那之前先讓三位的雨潭人 我想先就他們自己的觀點 他們自己的產業 他們自己的專業 來提出對台灣的環境 跟未來的社會影響 沒有什麼樣的期待 一個雨潭的大概20分鐘時間 那中間我們接下來會休息 那接下來休息之後 我們現在要請班克雷教授來做我們會議 那會議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大家開放討論 那最後在五點結束前 我想我會再讓三位男人 跟班克雷教授 一起再來回應大家 剛才在一個開放情人社會議題的 各式各樣的問題點 好 那我想就不要再拉回大家時間 我們第一位是認識的 是請我們記之大學的平常識 謝謝 謝謝主持人何老師 還有在場的那個 Mr. Franklin 還有我們其他兩位的理財人 在訪的朋友 大家好 那我今天其實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關於我自己所理解的台灣 實際上面就是我們在一些個案當中 關於社會影響提供 這樣子的制度 或者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個新的 就是比較更廣泛的概念 社會影響提供 那它實際上面可能會有一些一些狀況 那或者是 因為這本社會影響提供的這本書的翻譯 那如何讓我們再去對照去看待台灣 制度上面可以符合去重新的理解 即使沒有修 那我們如何重新的理解 或是當我們要邁向一個新的制度的修正 我們可以走上一個其他的方向 那 雖然我有這樣的機會可以過來 不過那我只是需要先那個 自白一下就是 因為我自己本身並非完全是 在環境影響提供法上面的專家 那關於社會影響提供 那雖然有一些初步的接觸 那不過都是它在學習當中 所以我自己會 我自己所參與的一些研究領域來說 我可能會今天比較希望 能夠從一些有著名的社群 它所面對的一些環境上面的 不管是開發也好 資源利用也好 或者是所謂的國家的一些生態保護的措施也好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觀察 那首先 我相信在從去年一直到現在 大家知道說一個涉及太魯閣族 40多年 那眼下可能還會再延長60多年的 一個旺旺的一個工程 那在繼續當中 而且就在最近才得到政府的允許 在延長20年 那這是在跨林本來的助水人公司 那他長期的跟太魯閣族人之間的奮爭 那他的爭議的起點當然是能夠增高一些 但是那就是在 我們去年到今年初 政府正在審核 要不要讓他們持續 延長20年的過程裡面 那也非常多的 資助商也討論 以及這個個案 產業經濟發展 那有這個文化 以及觀眾參與 這些環境的議題 不斷地逐上檯面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在看到 揚州水人公司 或者是我們的經濟部 在思考這個個案 要不要 40年之後 要讓他持續在20年的去採礦 那在這當中 好像揚州水人公司 或者是經濟部 事實上都會認為 所謂的環境影響評估 包含一些社會的評估這些工作 他們會認為這是一種 額外增加的負擔 那這是對一個企業來說 是一個成本 所以他們會不斷的 在一些論文範圍當中 去提到說 我們之前的舊法 我們原本的法規 並沒有要求 那個礦業的工作 要去做這樣的工作 或者是說 現在要是展延 也就是一個舊的礦 它的延長的問題 而不只是 而跟那個社民的新的礦權 是完全不一樣的 因此即使要要求 採礦的時候 需要環境影響評估 就包含社會影響評估 但是這個應該不適用在 這個已經就是四十年過去的 這個舊的礦業公司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樣的概念 對於一個 不管是環境影響 或者是說社會影響的評估 我們很清楚的 從不管是國際上的 一些發展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它所謂的評估 或者是律測 或者是一些改善的方案的時候 它不一定是在新設 或者是在一個開發行為的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要建行這樣子的工作 它事實上是在一個 整個一開發的規劃的初期 它中間的執行 然後一直到結束 甚至之後的這些監測 其實我們都需要去關 非常著重那個 到底對於這個社會 產生什麼樣子的影響 而且這個社會影響評估 環境影響評估 它不一定是要用一種 法律上面強制要求的 這種管制性的規範出來 它才應該建行 所以它可以轉換成了這個 社會的 就是這個企業的社會責任 形成它一個經理管理的計畫 也就是把這個原古 原本的畫意到社會當中的 外陸成本 它應該要有效的內化進來 而且還要認為是讓它應該 就是讓它的企業得到這個社會 支持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這顯然跟我們現在的思考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個不管是開發的任何一個 過程一直到結束之後的 一段期間的這個過程 社會影響評估跟環境影響評估 它的重點就關於它 如何去評估出來 建立的一個管理計畫 而且透過監測 而且透過這個過程當中 不斷的更新更新再更新 這個特徵其實確實就是 台灣現在在面對任何的開發 就是土地跟資源利用的時候 非常需要能夠理解的 關於社會影響評估的功能 特別是一個社會 它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 那我們理解了那種各種相關的因素 它彼此之間交互的影響的 累積的影響的 可能是事後 延後才會出現的影響 或者是一些新的影響 這些不僅是在社會的層面 包含在自然環境的層面裡面 也都是會隨著時間的進展 它會出現一些新的狀況 所以社會影響的影響 或是環境影響的影響 如果是一次性的 好像它就是完結了 那這樣子顯然它沒有辦法去符合 如果它真的這些的預估 或是改善 那它表示 但是這麼做會表示說 我們無妨在這個 這個時間化的展的過程裡面 去了解說 也許我們的欲不是透露的 也許我們的改善方案是沒有效的 所以我們應該要重新做一些 新的這個做法 好去降低環境的風險 或是這個社會 以及社群化的一些風險 那在亞洲水人跟泰骨格族的 這個爭議的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 在這40年來 自然的環境 跟人們的環境 不是沒有變化的 那有亞洲水人跟沒有亞洲水人 還有亞洲水人在前五年 前十年 第十五年 第二十年 那接下來三十年 四十年的過程當中 它其實對於整體的泰骨格族群 當地的社區它的影響是不斷的在變化 我們甚至可以看到 在亞洲水人公司在1970年代 它成立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我們看到國家公園的新的設立 我們看到環境影響的評估法 新的出現 當然還有它的那個系統 它的應該要評估的範圍 我們看到援助民族基本法的那個通過 我們也看到文化主廠寶庫法 新的通過 那請問這些 我們重新在面對一個開發案 我們在面對一個開發的時候 那個原本沒有被納入考慮在內的 比較好的 關於國家公園的發展 文化資產的保護 原住民族群力的保護 以及新的 關於學徒保持相關的一些技術等等這些 那究竟有沒有被納入 它隨著時間經過 可以載延 也可以被行政機關的材料去思考說 我們還需不需要載延 以及如果它新載延的時候 我們應該對它有什麼新的要求 那這些其實在這個個案當中 都沒有被好好的突顯出來 那但是我必須要說 在我現在的國家的 就是我們好像都會看說 那個只要環境影響評估法 或是它的事情細則 或是它的開發的那種範圍標準 等等這些沒有規定的 那就不需要進行環境影響評估 可是我們不要忘記就是 環境影響評估法裡面所說的環體 它是一個確實是比較具有管制性質 而且如果你該因環評而沒有環評 或是因二階而沒有二階或沒有通過 它出現的是一個強制性的法律的效果 也就是說可能會被否決掉 可是事實上環境影響評估 或者社會影響評 這正如同我們的教授所及的 或是在國際社會上面所運用的 台灣事實上在很多統統的法律區域計畫法 都市計畫法、原住民族相關的法規 還有各式各樣的法律裡面 跟土地利用有關的 事實上都存在的必須要對地方上面 就是受影響的社區 它的社會經濟文化去進行評估 這個文字雖然它不叫做環境影響評估法 所說的環評 但是事實上它的本質上面 就是一個結合了環評 結合了就是自然的 以及人文社會的影響的 評估的這樣的工作 直過那它的通過有種 它不會用一種像決定權或是否決的 這樣的方式 它反而是一個公務門如何去理解 它要不要決定讓它重新去 就是再去延長時間 或者說一個新設立的公司 或者是新開發案 要不要合可它的一個參考 也就是說我們回到社會影響評估 或者是環境影響評估 在某些在很多國家它的運作的狀況 也就是那應該是一個在政策上面的參著 因此它正面的效率 和負面的效率 在開發行為的效率 都應該被同時被呈現出來 那至於那個工部門 它是有義務去為這個去進行判定的 所以這個過程的本身 你這樣子去呈現出來的 參考的價值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在礦業法裡面 也就是在亞洲水銀公司 跟泰普爾圖文的 主要分爭的過程裡面 我們的礦業法裡面 告訴我們說 無論這個礦業權是要新設 或者是像現在 它要申請展延的 展現的這種狀況 它都必須要去提出 它開采的構想 那它的計畫書 還有它的一些圖書 它的分年的工作 這個分年的工作 以及這個開采的圖書裡面 包含的它必須要去描述出來 關於當地的社會文化 也許水文 有去發展環境的影響 這些 它也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雖然不是環境影響評估 評估裡面 那個管制性的那種 而且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 的那種環境影響評估 但是它事實上 就是包含了環境 以及社會影響評估 在內這已經成為 主管已經成為 那個亞洲水銀公司 它應該要承擔的義務 因為它必須要去做出 這樣子的描述 以供主管的機關 去進行它決策的參考 可是在我們的過程裡面 就是在 至少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看到 他們單純就講說 因為這是一個舊礦 所以那個影響 跟當年40年前 其實是類似的 就是要不要開設一個礦場 所以他們並沒有 重新再實施的 要求亞洲水銀公司 再去集出一個 它的開采構想處裡面 對於社會 經濟文化 人文環境 有去發展功能的一些評估 也並我們的主管機關 也沒有在這個過程裡面 去實質的思考這件事情 可是我們想一下 我們的法令 從亞洲水銀 在一開始的過程裡面 一直到現在 它有各式FIP的一些發展 我們對於價值的理解 對於公共的利益的理解 其實也已經不一樣了 那這40年來 對於亞洲水銀公司 當時 或是我們主管機關 當時所認定的 在地的環境 它的自然環境 跟社會的環境 在現在究竟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況 那我們預期 再過20年 它又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狀況 這些我們也一樣看到 完全沒有做這樣子的 沒有做這樣子的資訊 以及事實的審核 那我們要再想一下 就是我們如果再往前 每一次呢 這個礦業它要展現的時候 這次管機關都要聽說 到底有沒有妨礙公共利益 那這個妨礙公共利益 是不是可以補救 那如果說是有改善的可能性的話 它一定會要求 就是讓你要提出一些 改善的措施 那我們一樣要問就是 如果你也有進行 在現在目前這個現況的緣故 以及它預測未來 有可能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請問你如何在此刻 去判定說 那對公共利益 是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它是不是可以補救 以及什麼樣叫做 一個合適的改善的措施 那既然你這個沒有進行評估 而且妨礙公共利益 無法補救 又是一個應該直接拒絕 這個礦場的延展的一個主要的原因 那請問如果沒有這樣的資訊 也沒有經過這樣的評估的過程 也沒有這樣實質的審核 那請問我們如何會說 現在我們的主管機關 對於亞洲水平公司的展年的 和可這些事情 會是一個合法的狀況呢 那再說 亞洲水平公司 之前有提到說 這個礦區當然也不會是永遠的 那就是那個礦 大概目前的量大概是多少 那大概還可以裁的多少 還可以裁多少年這樣 然後他們說 預計大概60 一定有20年這樣 那我們也要問 如果真的是20年可以裁的差不多 可以裁的差不多 但他們遞照他的說法 那這又變成是一個最後一次的展延 如果一展延要到這個20年的話 那我們也一樣要請問 我們的礦業法以及在這本 那個社會影響規劃裡面 其實都有提到 一個開發案在開始的時候 他就要去想 他關場的時候 他讓我們怎麼進行 因為關場絕對不會是 他在屁股走人 然後就了事 那他有非常多的善後 我們礦業法裡面 一樣有要求 任何一個礦場的關礦 就關掉這個場的時候 他要進行非常多的 跟當地的社會環境 然後自然的景觀生態 很復原整部的這個工作 而且這是礦業公司他的一個務 那一樣 如果在這一次的展延的過程裡面 他竟然提到說 也許就是下一次的 就是在20年 那請問我們有依據 我們的社會影響評估 跟環境影響評估的精神 然後再加上 對於礦業法裡面 實質上面的要求 那是法律民定的要求 去要求亞洲水源公司 去提出他的整部的計畫嗎 他的觀察的計畫嗎 因為這個觀察工作 會是一年兩年 他應該是在時間要結束的時候 比較之前 他就是要做很多的工作 然後才能夠達到一個 比較完整的觀察計畫 所以同樣在這個部分 我們一樣沒有看到 在這個涉及到 亞洲水源公司 跟泰國族人之間的爭議 就是這麼多年來的爭議當中 我們有看到好像 我們的公務們 知道如何把社會影響評估的精神 如何比較好的 去運用到 我們本來就有一個 形態上面的裁量權 可以去要求 或者是實質地審核 一個創業公司 他要申請到展開這個過程 那這是很可惜的 所以如果說 我們今天可以有比較好的 對於社會影響評估的理解 以及了解環境影響評估 跟社會影響評估 除了法律上面 在民地的那種管制強制的 那種法律效果之外 他其實本來在一些 文字這樣的空間 其實他不是用 傳避的這兩個字眼 他事實上 只要有牽涉到 我們需要去對一些 一些做我或不作為 那他應該需要有 各式會案的一些審核 我們其實都應該把它放進來 那在亞洲選民這個公司的案子裡面 他會延伸出來到一個 比較廣泛的關於原住民族 在他的智商同益權 就是他應該有受到 諮商以及同益人的權利 那這個是在2005年 原住民族基本法定定之後 他就要求說 無論政府或私人 進行原住民土地當中的 開發資源利用 生態保育的措施 甚至是學術研究 就是要去諮商 在立原住民族的意見 那贈得他們同益 如果政府呢 他要採取任何的法律 或是政策 他去限制原住民 使用他們的土地的時候 一定要要徵循 原住民族的意見 並徵得他們的同益 那這件事情呢 我們就會想到說 這個所謂的智商同益 我們會說那個FBIC的原則 就是他的同益 就是他的同益 必須是free 自由的 他必須是client 必須是事前的 他必須是informed 就是充分的資訊之下的consent 是真實的這個同益 那我們想像一下 如果你要決定 要不要評議 以及這個內容 究竟跟有什麼影響 你希望他做出如何的改善 如果你沒有充分的資訊的話 那請問 原住民族 要如何去行使 他所謂的智商同益權 而且他又具有一些 活絕圈的效果 所以雖然環境影響提估法 跟我們的原住民族基本法 它是在一個不同的 時空類型之下 出現了我們的法律的資訊 他也用了一些不同的用語 在談關於環境影響的 環境以及社會的影響評估 以及原住民的諮商同益權 但是事實上 我們增詢在地的意見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社會影響評估跟環境 它必須是當作原住民做決定的前提 另外這個自商同益更重要的是 很多人都以為 它的重點是在最後一個決定 那事實上這是一個誤會 因為它的重點 就很像社會講評估一樣 它重點是它的過程 因為原住民族基本法裡面 對於公務門以及私務門的要求 就是希望他們 讓原住民有一個空間時間 能夠去表達出他們獨特的文化觀 宇宙觀 以及他們對於環境的價值的一些想法 甚至是去運用他們在地的一些知識 去告訴我們說 到底什麼樣子的改善的方式 可以去減緩對於社會文化 集體性的以及環境的那些衝擊 所以這個過程的本身 原住民族的自商同益權 它的重點是在於 可以讓原住民表達他的意見 而且可以提出一些 比較好的促進跟改善的方案 那因此它的過程才會是 我們認為是最重要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我在這個階段 很快的讓大家知道 就是環境影響停務法 跟原住民族基本法裡面 目前維持在台灣的個案的適用上面 特別如果是以亞洲水泥公司的案子來說 可能從公眾的角度 會用很多法律的專心 法律的理論 去說可行或不可行 但是事實上 我們在現成的法規裡面 老實說 在這個個案當中 會適用社會影響評估 然後以及不一定要具備有 直接果決的效力的環境影響評估 當中的哪一個部分 其實都是可以做到的 謝謝 謝謝 謝謝蘇貝亞老師 是 我這個部分的蘇貝亞老師 幫他從兩年來談 那這要記得 他們在之前講的那個 知情同益權 原住民族 我想等一下會有機會 那要用機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自己在寫這個社會獎評估的時候 除非原住民族的知情同益權 我們還要處理一個 破千戶 原住民族是因為 有原機法是就這樣 就綁在那裡 就有點可保重 但是破千戶這個 其實我們要寫進去的時候 遇到很多主題 我們等一下給他們 有機會再來聊 那第二位 我剛剛跟我們語談 是你的 地球地公民技術院的 一個厲害的博士 謝謝 各位現場的朋友大家好 然後 那個 林特勒博士好 那 今天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在這幾年看到一些現象 那 我先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我其實是公共新政費者 就是 博士班畢業以後 我就到地球公民技術 那 這幾年就有累積一些觀察 首先 我跟 我想要談的角度 可能跟屬雅老師講的不太一樣 我不要想從一個大的框架來看 台灣這幾年 這幾年的這個變化 因為我的博士文本身就是在寫 那個 政府資歷工具 的變遷的這個事情 就是 從 台灣民主化 其實我們可以假設 我們用1996年 台灣開始的時候 我們同時選上做一個民主化的轉變點 就是 然後到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 然後到現在 2016年 其實 台灣民主化衝擊 一開始到現在 其實時間非常非常短 跟西方的這些國家 跟歐洲國家 加密起來 我們的民主政治化的時間 我們時間非常短 那 但是我們面對的衝擊是非常劇烈的 因為 台灣所處的這個環境一方面 我們有所謂的後繼者的優勢 我們 在這個sending 我們就知道西方他們怎麼去處理這些問題 我們因為同樣在 產業 在這個全球產業鏈中 我們扮演一個角色是一個後進國家 所以我們也同時在環保運動的角度 我們也學到了西方國家怎麼去處理這些問題 但是 同時我們社會又開始民主化 那 民主這個事情其實是一個學習的過程 它不是說你會投票選總統 你就開始變成一個民主社會 其實就是這樣子 我們台灣現在都還在 癲癲合這個學習的過程 包括政府要習慣 從過去一個威權執政的角度 一個 自己想要做什麼 只要跟大企業大財團 談好他就可以去做 很快就可以做決策 然後變到他開始要適應社會 適應民眾 適應利害關係 舉一個例子來講 在中科三期的例子 大家可能有印象 就是中科三期那時候很多企業在罵說 啊當天怎麼省這麼久 對不對 為什麼 啊這個環境我以為又退環境 然後 當然透明的訴訟我們幾點我們還不算 就是中科三期大概 這個環境影響評估案 就大概省了半年多 然後 然後企業就往他跳腳 說欸怎麼省這麼久 好可怕 我在做那時候做研究的時候 我就很有興趣 因為中科三期嘛 三期不明示一下 今天就有一期跟二期 我就回去去看中科一期跟中科二期 到底省了多久 什麼才是他們理想多的環境 結果大家可以猜一看中科一期很多的 從專案小組到環境大會 七天 專案小組開完七天後 環境大會就過了 中科一期就改了 中科二期省了多久 三天 專案小組開完三天後環境大會就通過了 他們有第二次專案小組 第一次專案小組開完 我的印象是這樣子 所以對他們來講 一個環評要花半年的時間去討論 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因為過去台灣的環境小評估 其實早期我們在了解的時候 我在剛開始參與了 我看成是可以再補充 就是我們要取得連取得環評的書件都很困難 他那個評估書都是不公開的 也沒有網站 你要取得一些資料 你他要透過關係 拜託 可以包吹一個人 借我來印一下 我來研究一下 裡面到底寫什麼 那地方 這對政府來講 這些資訊 對民眾來講 對方沒有辦法取得 更不用說 他們還要知道什麼時候去開會 或者是什麼時候去表達意見 這些 我想在 在事情年前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就是 但是現在我們可能覺得是 理所當然啊 政府你為什麼可以開會前 今天才把資料放出來 你為什麼會記錄不放出來 你為什麼評估書不放出來 然後甚至我們還會更細緻的去檢視 它裡面的評估哪個地方做得好 哪個地方做得不好 所以我在這邊要講的事情是 這個事情其實是一個漸漸的過程 在環境這邊 因為大家很注意 所以這個開放跟資料 透明的部分 是我們現在所有的偵測評估程序裡面 預評估程序裡面做得最好 但是相較起來 在其他的評估程序 比如說土地開發程序 或者是 其他的開發程序 這部分就還很欠缺 而且在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 那個落差其實非常的很大 舉一個例子 現在我們大家在台北 在環保守 大家會覺得可以進去旁定 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前一陣子 也沒有很久 前兩個月 我們的同事要在高雄 要去通常 廢棄物團體 被擋在什麼地方 因為他說沒有報名 可是我們其實很早就報名 我們很早兩三個月就報名 但是主辦單位說 政府機關講說 我們已經預設好哪些人 可以進去幫你 雖然你有報名 但是不是你報名 我就讓你進去 雖然你很早就報名 所以我們已經想好 哪四個可以進去 這是我跟我們已經調好的 所以你還是不能進來 但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 不是有了法律以後 這個事情就會損傷的進行 他從中央到地方 中央的部分 也是經歷過許多的角力 以後才有結果 那在地方的部分也是 所以回頭來看 就是在這二三十年 台灣經濟政治發展過的時候 其實我們開始 引進了非常多的政策工具 開始去處理這些社會的衝突 我們希望用更精緻的方式 然後來解決這些影響 所以像環境影響評估就是個例子 就是我們常會講錯誤預期的原則 就是在事情發生之前 如果我們可以先了解它的影響 我們就可以預先做評估 再決定它需不需要做 這是一個好的概念 所以台灣制定了環境影響評估法 那內容當然我們剛剛講 它有一些變遷的過程 但是這是一個工具 那為了形成社會共識 為了形成社會共識 所以我們這幾年在台灣 要搭乘熟悉的產業式預算 甚至更早以前 像十幾年前 我在當助理的時候 在跟也是台下社會系老師 然後我們正常老師 一起在做很多 跟神經主相關的實驗 那時候其實還真的是實驗 因為像公民配審團 或是公民會議 其實我們那個時候 我在當助理的時候 就是我們真的去看國外的網站 去看它的議程怎麼設計 然後我們在研考會那時候 他包一個研究案就去想說 如果放到台灣 我這邊要怎麼設計 做到什麼 其實真的是 是個空比然後學習 然後去累積台灣當地的發展經驗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研考會可以研究案 就是民國運動事件 就要行政民主的實驗 跟政大合作 我們就去實驗好幾個模式 什麼意思 民調啊 公民會議啊 月子工作坊啊 就是各種不同的 審議民主模式 我們都在做實驗 那再舉另外一個例子 像現場風險評估 現場風險評估 大家現在聽起來 好像很習以為常 我們現在開始有提很多的例子 但是其實台灣第一個 開始想聽風險評估的案例 可能要從不光是畫面去講 那也是前幾年的事情 因為國防實話說 終於是做了研究 所以大家開始在想說 艱難風險應該要有 全部啊 要怎麼開始做 可是那個時候 台灣沒有任何的遊戲規則 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 國際上可能有一些 習慣的概念 但在台灣並沒有 所以環保守後來 就因為這樣子去 制定一個技術規範 艱難風險評估的技術規範 也是去 綁向國外的 現場風險評估的做法 在台灣制定一個技術規範 然後接下來 大家就要按照 環保守很多新規則 當然那個進入規範裡面 有些問題 比如說 你要評估健康 問你評估到底 是不是最後的結果 你要涵蓋原來 這個地方的風險 還是你只要算這個新的 新的建設 它會造成風險而已 這個其實一直是 到目前為止 還是一個 懸而未決的爭議點 因為對環保守來講 他就覺得 或是對廠商來講 他說 你不能把以前的帳 都穿到我頭上 但是對 但是對 駐船那邊的區域來講 他覺得 我做駐船這邊 我之前就累積了這些風險 你吸進來的 這個本來就要在一起算 你知道會有什麼結果 有不好 就是因為這個廠商進來 所以我的健康風險 就超過來的直線成 這也是會準 但是 健康風險評估這個 其實對台灣來講 也是一個很新的概念 正在累積中 那包括 法規影響評估 RRA 法規影響評估的制度 或者是 像高雄現在在執行的 左向管制的制度 左向管制的制度 這些其實都是 在我看來 都是一些新的治理工具 就是我們從國外 開始引擎這些工具 要嘗試把它奔德化去超過 那 這些新的工具 開始去執行的同時 其實 就會 產生很多的衝擊 跟挑戰 我想是會跟這樣子 對自己一樣 不管是針對政府 針對企業 針對社區 針對NGO 針對公務員 這都是一個非常非常嚴峻的挑戰 我可以用嚴峻的挑戰 因為 舉例來講一下 我們前面講的這些制度 真的你身為一個公務員 一個懲罰人 今天要去發報一個案子 很現實的講 像健康風險評估 我要去發報一個案子 那 我的招標數都很寫 我裡面 我要希望 我的委託單位 這些事情 但是公務員的養成訓練過程中 他沒有學過這些事情 他去問他的長官 他長官也不知道 因為台灣可能從來沒有做過 沒有人做過 沒有人知道 他公務員沒有辦法去做 那可能 比較 好的方法就是像 偶爾公務員的中心 先寫一個草案 或者是有多 缺德做研究 但是有時候 不一定都有這麼充分的印象 可以做這個事情 這是公務員的角度 但是對 對 對企業來講 或是對企業來講 其實我們也要面對這個衝擊 你怎麼去理解這個制度 你怎麼去理解這個制度 理解這個制度 為了要怎麼執行 然後 在裡面 你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所以 對政府來講 為什麼會有這些新工具的產生 其實 因為他眼前面對得到很多衝擊 他舊的工具不服使用 比如說 以環品裡面 環品的過程中 過去台灣環品 其實 以前寫環品法的那些老實範 就沒有人見 他在環品法裡面 早就把他社會影響評估 這些什麼社會主義 都寫進去 所以 我們環品裡面 都有這個當景 一定都有這張 大家去看 每一本都有 但是如果你仔細去看 這部分他起來寫的 其實寫的都很簡單 我就可以大概簡單講 我看過的大概怎麼寫 通常都寫 這個地方人口有多少人 以什麼工作為主 男性女性 分別在多少比例 然後再來就講說 這地方的設計狀況大概是 那樣子 居住的狀況 差不多就這樣子 然後 最多就證 補充著說 他們去做民調 民調結果 有多少比例支持 或反對這個建設 沒了 真的沒了 就這樣子而已 他沒有什麼其他的補充 那 這其實也不是環品公司的 我不覺得這是 顧問公司的錯誤 這也不是環保署的錯誤 而是因為 大家想說 大家想像 這一群人在制定環境間小屏屋 做法這一群人 他們是環境封城背景的人 所以 大家去看前面 關於噪音 關於震動 關於空屋 關於水屋的部分 他們的技術都在寫得非常詳細 但是 對於後面的部分 我們很在乎的部分 社會候選的部分 其實過去 很少人在討論 很少人看 所以每次寫的東西都很頻發 對環境公司來講 他就按照環保守會 所以 我會說 這個是一個持續發展的過程 因為 從這個案子開始 我們也是看了 這個 這本寵測 我們來找 國際上的標準做法 大概要做這個事情 那接下來這些東西 能不能本土化 也是下一個挑戰 好 那我現在 接下來要講的事情是 就是 對 對政府來講 可能就是 怎麼 除了在環境影響 評估的階段以外 下一個挑戰 就是怎麼去應用這個工具 在開始 政策發展的初期 可能在 像所有人在想 有在可行性評估的階段 就可以 去了解民意的趨向 或是 或是有一些 探測工具 可能不用做到完整的評估 但可以知道社會的影響 這可能對政府來講很重要 那 那 回頭來講 對企業觀來講 像我剛剛在講 其實 對台灣的企業來講 說真的 現在經商有比以前 才能困難 就是如果在二十年前 在1990 甚至之前 你可能有好的正商關係 可以弄到錢 可以弄到錢 其實就可以好好的自己的企業 會安全 那 但是現在 其實 在現在民主化底下 企業主要受到社會的經驗 甚至受到國際的經驗 比如說 過去 對於企業來講 他們沒有做CSR報告的要求 但是現在 每年他們 大的企業 在國際工業業的企業裡面 都要做CSR 而且 CSR報告 它的主則還會 一兩年就會來辦一次 那 該辦了以後 GIRU的主則 如果該辦了 他們就要因應去做變化 去調整的項目 或是提供更多的資料 很多人會說 CSR報告 可能是一種 調律 或是粉絲害 什麼之類的 但是 平均而論 對 暢定盤體來講 那些東西還是有價值 因為你還是可以取得一些 基本的企業經營的資訊 比如說 台積電 它每年到底用多少水 用多少電 它用多少錢 用了多少資源 用多少人員 甚至它排放多少無管 其實報告裡面的數據 是他們自己講的厲害 是有一定程序可信度 那 下一個問題 就是 對於企業來講 它如果在國際供應面中 它也要再受到 國際供應面裡面的 供應商組織的挑戰 像 以我們 基金會參與過的例子 比如說 之前在日月光的案例 日月光的案例裡面 它出事情 發生重大的汙染 那個時候 如果在場朋友 有一些很有印象 那個時候 其實我們連接了 我們認識的國際網絡 關心電子運輪網絡 一起開了一個進程會 那時候好像 20個國家 50個團體 跟我們一起 簽署我們的聲明 所以我們開一個進程會 直接找 不是找日月光 我們直接找 跟日月光下台的廠商 Intel 或者是Apple 或者是其他的 辦公司廠商 直接跟他們說 你底下的工業商 注意事情 你要不要來要解一下 你要不要停止下彈 那個時候其實 有很多這些 電子大廠委員 說他不會去 了解這個事情 然後會去 會去 注意後續的影響是什麼 他也 後來也有在問我們 現在他的改變怎麼樣 那前一陣子 我才發現說 日月光在那個階段 後來他 可能因為這些 工業的壓力 我們確定的原因是什麼 但是他 在國際市場上發行了 1億美元的綠色債券 那些綠色債券的錢就是 拿來做 污水修理廠 拿來升級他們的 中水回收設備 拿來擴充他們的環安位 我們後來跟日月光有聊到一件事情 就是 後來有個機會碰到他們的環安的經濟 就問他說 你什麼時候進來 他說 就是在污染時間發生以後 我想進來 是一個環安位的經濟 然後我就問他們說 那你們環安的部門 現在跟污染之前 人數差多少 說我們現在人數增加了三倍 在污染案發生之前跟發生之後 發生了三倍 增加了三倍 所以我要講的事情是 即使是大的電子廠 在現在這個世代 他也要面對很多不同的挑戰 不一定是國內政府給他影響 政府不會保護他 但是他要面對國際公益也很挑戰 下一個事情是 我想要從NGO的角度來看這些公關 就是 對於一個倡議團體來講 其實 現在挑戰我也覺得 也遠比以前嚴峻 當然 當然 在社會風氣比起來 我們可能現在的風氣相對於 對澄清抗議這些來講 接受的是會接受的程度很高 他抗議程度也很低 通常會留學的機會很少 跟何老師一起做的研究 再跟二三十年間比起來 其實非常非常少 我們現在的抗議說真的 有點像是遺失型的 我 就是 真實講是這樣子 我們去 我們 除非是一些 行政機關非常非常強硬的案件 我們才有可能會 用一些事情 封除的部分來表達我們的訴求 腰板通常是 表達 腰板 我們會著重在訴求表達 然後怎麼樣去影響 政府或 國會或或其他的部分來做 但是相對來講 對於 對於一個倡議團體來講 他的另外一個挑戰 就是你要想辦法去 了解這些遊戲規則 這些法令到底是怎麼寫 制度裡面有什麼空間可以參加 那你在那個空間裡面要 要做什麼事情 該做什麼事情 這個時候 要用什麼策略來提出自己的授權 舉一個例子來講 我前兩天都在 昨天我在參加內政部的全國國族計畫草案的公平會 那 有些朋友可能知道 我們 2015年年底 通過一個國族計畫法 然後 這兩個 就是內政部在中 國族計畫草案 那 上個月 開始他做公開展覽 然後開始辦公平會 我不知道在哪個朋友 有沒有看過我們的全國國族計畫 是怎麼樣的 其實很厚一點 一個三百多年 非常厚厚 從前線寫到後面 所以 對五七會內部 其實我們看根本 國族計畫 看了好幾個月 我們就 不同辦公室之間 一直用遠區會議 有點像讀書會這樣子 從頭到尾一直慢慢慢慢 就把它讀完 然後讀完之後 大家要討論說 哪些是我們的重要的授權 那 分別在不同場的公平會 我們要做什麼事情 去理解它裡面的不同分區 然後 可能會有什麼影響 對農業的影響 對社區的影響 對工業的影響 那裡面我們會有什麼建議跟挑戰 那 我想像我前面講的 在過去可能的公民團體 比較社會運動團體 比較不要這些機會參與體制 但是對於現在來講 能夠參與體制的另外一面就是 你必須要花很多的時間去理解 提出唱片 你要 不 就一定要強迫自己走向專業化 那 前面我講的這些事情都是在說 我 從這些角度來看 我認為社會人想評估 它是一個行惡治理工具 它可能是一個 我們可以拿來有點像 一把新的藥型 可以來開不同的鎖 可以來處理我們之前 長期共病的這個 患病裡面缺乏社會影響的問題 甚至如果做得更好 可以推到企業 或者是推到國家 我們可以用來 預先判斷 政策的社會影響 這是一個非常好用的工具 但是回到 回到社會影響的評估上 我可能就有一些問題也想等一下 跟大家討論看看有什麼可以 就是下一步 台灣可能要怎麼走 就在書裡面 它講說 評估其實不是單純的評估 它是一個管理過程 那如果放在我們現在的 台灣的體制底下的話 我們在什麼樣的法電程序 可能可以做這個事情 是假如在政府的可憐性評估 我們就可以開始設立這種程序嗎 但可憐性評估好像沒有什麼 太一次性的做法 我的理解 就每一個機關他在做 其實可能會有不同的做法 還是我們要倡議說 真的要來一部社會 講評估法之類的 怎麼樣去呈現這個過程 那另外一個辦法 另外 所以在企業管理時 我們要怎麼去做倡議 什麼反對配置 這其實要再想一下 因為 這是一個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問題 我想要提的事情是 範圍是怎麼定義 其實這個我們之前在公平會 都有跟大家討論過 就是一個社會的影響非常非常大 他可能會大到 我關心這個事情的人 比如說 就算是在台東的一個案子 我住在余地 只要我關心 我可能就在範圍裡面 所以我們到底要怎麼 擴定那個社會影響的範圍 這我也想請問一下 那個 請問一下 Venter教授 就是他們在實際執行案例的時候 他怎麼去化電腦的範圍 那 是不是有什麼清楚範圍 還是他以什麼標準去化 那 再下一次 他怎麼去判斷厲害關係 我相信這個也是一個 實際很難執行的事情 就是 對於評估單位來講 可能他不一定對這個裡面很熟悉 或者是 有些人他等於是 開始開發以後 我才會跳出來說我反對 那這些人要怎麼判斷 那再來是 裡面 書裡面其實有講說 委託居民找第三方來做評估 但是對台灣來講 一個很現實的狀況是 台灣現在搞不好 還沒有任何團隊有能力的執行 是我也想不出來 因為 我們 怎麼可能 我們不會 對於是 不同團體的屬性 就 按照環保守的屬性 可能是要找公共公司 但是現在應該還沒有公共公司 有這種能力 那在 在 在荷蘭或在其他國家 他們是怎麼 開始去建構這個能力 他對台灣會有 是很建議去 怎麼樣去建構這個能力 這樣子 那 回頭來看 我的經驗很理解 就像神營主那樣 他其實是 社會運動評估可能 也是要從座中學 就是從一個案例中 累積經驗 培養人才 慢慢他才會變成 一個穩定的加工 我們知道什麼樣是好的評估 什麼樣是個化的難度 就像現在我們可能 知道什麼是好的神營主 什麼是辦得好的 其實辦得不好 他在設計上有些決定 我們會慢慢摸索出來 那我們也相信 這個工具 謝謝通知中心引進 希望未來我們也可以 利用這個工具 解決很多時候 謝謝 謝謝 謝謝漢典主 我想說剛剛 漢典主的重點說 接下來 如果我們受影響 平衡的技術 技術規範 如果會 被公告 診檢執行 其實重點 他會發生作用 是我們到底寫得不好 而是說 參與這個裡面的 包括利害關係 包括公司 高高明年這款 是不是能夠好好用這個工具 然後來達到主權力 想要目標的 精緻 這個社會影響 平衡背後的環境 所以 其實真的需要很多人 帶大家一起參與 非常謝謝 謝謝 那最後我們是不是請 阿漢森 來跟我們分享 阿漢森 阿漢森 大家好 我都直接 我先講一些我的 一些 像是我自己 給我自己的前沿 然後後面 我有一些 我發言大幹 我有給主辦單位 可能也會提供 讓大家去掃 去看一下 那基本上我覺得 這一本 這一本 社會影響評估的 這個指引 這個手冊 其實非常的成功 那它裡面的很多項目 大概 我們想得到的問題 大概都在裡面 就是說 我們要參加新的項目 其實不太容易 那我們大概是 我這邊大概是補充一些 我們實際運作的狀況 回饋一些常常的經驗 那我也建議 在場大家對這種東西 有興趣 就要去執行 這個武器在手上 你要去打看看 那如果你從來沒有去看過 任何環評的 會議的進行 或是陸式計畫的進行 或者是文資審查 或者是說 你沒有去 開過精神會 沒有參加做公聽會 你也沒有報過數 那其實我們今天討論的這些 你是很難進入狀況的 那 那 現在要報出的機會 是越來越少了 那 我 我先講一下這本書 我看起來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是說 它強調社會想評估 它不是一個管制的手段 它是一個溝通的過程 它要去促進地方的發展 那 企業社會責任的意義也在改變 它變成要去處理關鍵的議題 要共享價值 把它操作化 那第二個 我看到的重點是說 這個程序 這個過程 它並不是非常狹義的說 開發單位送件那個時候 才開始做收益影響評估 而是 從開發單位 它開始有這個構想 就開始要做了 那甚至於到整個結束之後 你要做PPCA 然後去做 整個一個滾動式的管理 那我覺得這兩點是 我看這本書一個非常關鍵的重點 那這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 核心的概念 那第二個是 我看這本書 我在自己思考 有兩個策略性上面的思考 第一個是說 我們目前在做環評制度的改革 其實是有相當的成果 包括剛剛看你講的 就是 我們在所有國家的這些 講的這種民眾參與程序裡面 其實環評是已經 我們打得最成功的一個領域了 那這些戰果 我們要怎麼去 讓它延續推進到 土地利用管理 包括故事計畫等等這些 那當然現在社會上 在談環評的改革 那我們自己對於環評制度 我們是不是也要改變一點 我們的心態 就是說我們過去 比較 那確實是把它當作一個戰場在處理 當作一個光塘 要嚴格的反觀 那這一本 這個給我們的啟示就是說 我們要去思考說 環評好不好 真的也把它當作一個 社會溝通的擴展 我們來跟開發單位溝通 跟政府來溝通 那 除了我們讓企業 它的環安會的部門提升 地位提升之外 更重要的是 其實要讓這些開發業者的腦袋裡面 包括這些CEO 他們的策略的部門 其實要真的去思考這些問題 那我們也看到說 其實這個手冊裡面 其實用了很多器官 商業界他們常用的語言跟他們的工具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 就是說 我們用他們熟悉的語言 然後他們就知道怎麼進到他們做這個策略的改變 那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那 為了再想一個戰略上的問題 就是剛剛看你們講的 我們 我們現在可能沒有辦法 期待有好的房品的顧問公司 可以去做什麼社會影響的評估 那我們要去補導他們嗎 還是我們有沒有人 可以來開一個比較好的 部分公司可以來做這樣的事情 我想這個是一定要去做 那我接下來講 我今天要 我準備要談的事情 第一個是說 也是我在想這個事情 就是說 我們要讓企業他 打從心裡去想要去改變 就是說當開發業者 其實他真的想要去執行這個溝通的程序 而不是說他一直把它當作一個戰場 他要去把它突破要破關 那我們也是是把關在他角色 不然這個要改變 那這個改變其實社會影響評估這個程序 它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但是我們要有新的做法 那我們要如何帶作挑戰企業開始來做這些事情 那一種是說 其實現在全球化 從國外的這些壓力 其實國外的公民團體 他們已經打下很多戰果 包括剛剛提到的赤道原則這些 其實我們都可以拿這些工具來用 但是有趣的是說 在台灣可能赤道原則這個東西 在企業界可能都比 社運界環保界更清楚 赤道原則是什麼 就是說這些國外的已經有的成果 我們在台灣要怎麼去把它運用 那我這邊大概覺得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心法 一個是計法 心法就是說 我們對於這個觀念的建立 就是 就在這裡手冊的前半段 就是在教開發業者 你為什麼要做社會影響評估 而且不是用黨的 而是用引導的 說你做的有一個好處 那你應該要做 那這是心法的部分 要讓企業知道 為什麼要做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那具體要怎麼做 就是大概這本手冊的後半段 其實這裡有26個做法 都非常詳細 我真的找不出 應該但沒辦法加薪的項目 但是可能有一些細節 可以再做一些補充 那在心法的部分就是說 觀念上為什麼要做社會影響評估 其實它是協助 開發業者 他在開發風險的時候 能夠降低的一個程序 你不要投了一大堆資源下去了 頭都洗下去了 都洗給誰 然後到最後房間被否決 那企業當然要抓房 開發業者當然要抓房 那我們社會影響評估就是要告訴他們說 環境影響評估就要告訴他們說 你在這裡做這樣的開發行為 那是不會過的 很難的 你不要再幻想 天然氣地山接收上 可以在桃園的藻礁上面挖下去 趕快找替代方案吧 我想我們就是要讓他們知道這樣的事情 他們知道這個風險是在哪裡的 那可是很可惜 在這十、一、二十年跟企業打交的 其實不只是企業 就是開發業者 不只是企業還包括政府 還包括很多形象 MTO 一些被移組織、宗教團體 他們當 還有包括學術機構 像中演員 當這些社會上的地位 形象很好的人 當他變成開發業者的時候 變成外壽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那他們大概都把這個房品 這些東西 他們都把它當作一個公關的行為 他們也會 其實他們也會找環保團體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的那個宗教團體 他在內吳園區的開發案 他也找過我們談過 私下都談過、公開也談過 但是我 我也很坦開胸懷地去跟他講說 你這個做下去 會對你自己 是會非常傷的 那後來他當然證明得真的非常傷 可是當時他們是聽不進去 其實他們不太願意去想替代方案 心裡也沒有零方案這件事情 那這人手冊前半段就告訴你說 你要有零方案的心理準備 那我們也看到很多開發業者 其實都不太誠實 那很喜歡用一些抹黑暴力、威脅 其實才會適得其反 那其實這個社會影響評估 環評如果做得好 其實是可以大股降低被抗生的風險 但是如果做不好 你就會被抵制、被背格 會一小時到 那整個公司都會陪葬 那我們不只是在這個評估的過程 環境影響評估 或是社會影響評估的這個過程 會去抵制去背格 其實我們之前做過的 也包括到股東會去 我到有拿股東會 我用買一股 一股就可以進去 然後去直接跟李坤耀講話 因為平常遇過到他 他也不知道你要講什麼 那我那次跟李坤耀 在股東會上講的時候 我發現這些環安會部門的人 其實不敢把真相跟李坤耀講 他們會怕 就是說 紅機等等這些大老闆 這個體制已經這樣大 這個已經變成一個官僚化的系統 它不是一個簡單的企業而已 他們下面的人 其實不敢跟上面講真話 那其實這大企業曾經想要找環保團體溝通 我講一個很小的例子 他們來這種溝通的人是中階 甚至中階下面一點的主管 但是找環保團體找的都是CEO 然後環保團體發現 他看好像不太對的 然後他就追了 我當時是覺得說 其實是不對的 我都還願意跟他講 因為其實環保團體跟企業界 溝通的機會非常少 那可是 就是如果我們很努力的去跟中下 不是中下 就是跟比較基層的溝通 結果他完全沒辦法跟李坤耀講 那我們這個機會 時間真的是大費掉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去股東會裡面講這種事情的 那企業界有個心態要感受說 過去在威權時代 他就把政治跟經濟是切割的 其實到現在年代 發現很多企業界有這種心態說 我們企業界只要做好好的經營就好了 你那種環品什麼東西 是政府應該幫我們處理的 那我覺得聖地獎明書這本就是要告訴 企業界說開發業者說 這個時代已經過去 你也不要跑到其他國家的時候 也用這樣的心態來做 也用帝國主義的心態來做 那開發業者其實要自己親身來面對 社會溝通的問題 那第二個部分 關於手冊後半段這個計法的部分 我覺得這邊已經蠻不錯了 那也提供了最低的標準 讓我們業者可以有所遵循 那我不知道後來之後 環保署這邊要怎麼去把這個東西 列成像SOP這樣來操作 我覺得這個難度會有點高 但是應該是 裡面應該有的標準是 請所有的人都要讀過這本書 那我覺得就是說 他們大概比較習慣 所有東西都有電話的指標 但是我們說這不是一個管理的手段 它是一個過程 所以它大概很難有太多的 每一個都有電話的指標 那這樣的狀況對業者或是顧問公司 他們就會覺得很難操作 但是我想裡面有提了很多具體的項目 要去做的事情 這樣應該就可以像一個考卷 告訴你說有這些題目 你要好好去打 那再來就是關於一些戰略的思考 就是我們過去在環品的範疇界定會議上面 我們會一直去設物戰 因為我們就不想要開發案過 我們就說這個你也要平 這個你也要平 這個你也要審查 這個你也要做 就設了一堆的物戰 他沒辦法動彈肚本 所以 所以程序就非常擁長 讓業者也就不敢去做環品 那我覺得說我們這個未來戰略的思考 是要調整一下 當然這也是一種 也不是懺悔 就是說一種反省 就是我們過去是一種加寶 以後是不是可以用減法 告訴你說 好,我現在沒有要求你做很多 那當然該做還是要做 但是我要叫你哪幾個項目是最重要 你該要好好做 那我想這樣子是不是可以讓兩邊比較好進行 那我覺得也是說 這個保持一個彈性 就是說這個標準可能是保持一個彈性 讓未來能夠更多的調整 那 第二個部分是關於那個 知情同意權這件事情 那我們環品委員是管理管人又管行委 那所以環品委員他要看那麼厚的報告 然後又那麼多案子其實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像以前魯魯斌他的 滿野新竹生態協會 他就請了很多人幫他做 做功課 那我想不是每個環品都會這麼認真 那所以其實這樣的環品的制度是有問題的 那我在想是說現在是一個 新的網路的經濟的時代 我們是不是把這些資訊 用群眾外包的方式來思考 我們來知道地點 知道人知道行為 那把資訊做很充分的公開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沒辦法來看這件事情 那整個程序就變成一個溝通的場域 那對業者來講 如果這個開發行為真的是一件好的事情 真的是利大利弊 那事情不贏 給人知道 應該是要好好來著 就盡量公開 那如果你心裡就心虛了 你不要想說討鬼心裡有鬼 現在那個心裡有鬼 就是你不太可能就是 以前的人會想說民不予觀眾 但是現在的人不會這樣想的 現在沒有一個開發案 你是可以偷偷的做到晚 沒有人知道的 你現在連你里長叫市政府 來把我這個巷子 弄那個不平專案 你那個跑路面那個車子 一到1999就打過去了 所以開發當然不要再妄想這種事情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那還有一個是我想政治學的概念 可以跟企業界做一個了解 是說你可能走了這些程序 通通合法 你也在這個環評的過程 你開聰明會 你都給扒給里長 然後偷偷的在沒有人看的報紙 做了三天的公告 然後環評聰明會那一天 噢,搞事都沒人了 趕快做完報告 你叫北方老鼠 或我程序走 這都是合法性 其實沒有正當性 那沒有正當性的狀況 其實在環評會的時候 只要有一個地方居民在這邊說 他看那個說明會沒有人知道 你看那個說明會有沒有相片 是不是只有三個人 環評委一定叫你同辦的 然後你又外縮環的程序容 那到底是誰的問題啊 所以這個應該是 不要怕人家知道 好好的去辦這個活動 那甚至也好 你就偷偷的整個環評都過了 你也不會在環評場合遇到這些 來導彈的地方居民 但是你到地方上 你那個挖土機要挖的時候 就有人把你圍起來了 然後媒體就爆了 讓你的企業的商業又受署了 那其實政治系統是常常失靈的 特別是現在我們看到 其實政治那個圈圈 就是一個封閉的圈圈 所以我們看到說小黨啊 還有很多公民團體都獨立大 去選民意代表 就是說因為現在的這些政治人物 其實他基本上 沒辦法完全的反映民意 所以如果你的社會評估的過程 只想跟政治人物做溝通的話 那就不會達成社會影響的評估 那你一定要去直接跟民眾溝通 那怎麼樣去跟民眾溝通 你要跟民眾溝通 你才會有正當性 都不是只有合法性的問題 但怎麼樣去跟這個溝通 我們之前有跟環保署談過說 你要在你的準則裡面講 不是只有發給民眾 你要找非政府體系的公民團體 那這個環保署一直抵抗說 我這個這樣很難做 開發單位顧問公司很難做 那怎麼會難做 現在你只要看那個全台灣各地 幾乎每個縣市每個鄉政 鄉政可能還不一定有 但是每個縣市都會有 在像臉書等等的這種社群網路上面的 一個地方的討論的論壇 比如說在馬祖他們就要馬之網 馬之網是馬祖那個地方是連老人 都會上網去看馬之網 所以這些網路的時代已經 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裡面的時候 這個東西變得可以做到 那如果你開發單位 你要到這裡做開發 然後你連別說馬祖 你到馬祖做開發 然後你連馬之網是什麼都不知道 那你就不要做了 代表你完全不了解地方 那你未來這個開發 你一定會遇到很多的困難 一定會遇到很多的問題 那社會影響評估要告訴你的是說 不只是處理抗爭喔 還包括說你未來找公印商 你未來你做好東西要怎麼運到哪裡 你要怎麼買原料進來等等的這些事情 你的水電的公印其實在社會影響評估裡面 都會幫助你去解決這些可能會發生的風險 那另外還有一個點是計畫的NM 開發單位每次去開說明會 他就給你一張A4的紙 有時候連A4的紙都沒有 然後簡報他也給你很簡略 然後如果稍微多一點 那個資料比較多的那一樣 就很快按掉 不讓你開不讓你看 那我覺得這個觀念其實都應該要改掉 那你也不用擔心說民眾太了解細節而去反對 其實民眾不了解細節才會反對 你讓民眾去了解了 其實就會減少很多的留言 那也可以減少很多的誤解 那我講快一點喔 進入第三個部分就是說 我這邊畫了一個矩陣 就是說對的人在對的地方做對的事 那過去像慈濟他們就是被他們自以為是對的 可是我們說你在不對的地方做不對的事 就是火又下角那個危機的那個向線 那我們怎麼讓這些人這些開發業者知道 他應該要去做對的事情 他能夠往第一向線去移動 那我這邊要提的一個問題是說 這些開發業者他過去的歷史紀錄跟未來的行為 究竟是不是一個正相關 那我們要不要以人廢人 那這些他們已經做過的這些 那這些CSR的報告 是不是有些其實是差不多的事情 我們是不是可以 跟這個收音養體會有些什麼樣的 怎麼樣的扣連 怎麼樣的關係 那 另外我覺得可以加一個 可能我自己也沒有看到很清楚的是 因為關於那個 開發行為對地方的一個正面影響的部分 這個地方我們怎麼去加 把這個企業對於勞工 對於供應商的公平計價等等這些事情 也能夠規範在這個裡面 這個供應鏈的管理怎麼放到這裡面來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考慮的 那最後一個部分是說 這裡面講到一個 如果這個要做到100分的話 那這個企業他不是一個開發行為 他根本上是跟地方一起來合作一個 一個地方的創生 就是他變成要在環境上 在經濟上 甚至於在文化認同上 要做一個新的地方的 共同變景的計畫 而且是跟地方一起來做 讓地方來主導 要做到這樣100分其實非常的困難 也非常不容易 那我們也看到說大概是 在這一本裡面的 所謂地方成分的這個事情上面 那我覺得這裡都講得非常清楚 那最後我提一個建議是說 因為現在國外有一些地方 在推那個地方貨幣 它可以讓這個經濟活動的金流 可以百分之百或是大部分的留在地方 我們是不是可以讓地方貨幣也變成 放在這個社會獎金裡面 謝謝 謝謝漢神 我想漢神 主要是台灣在地的運動者 去解讀這份社會獎品 可以發揮這關注的 那有些其實跟台灣社會 一種環境的舞蹈方向是類似的 那我想其實因為剛才三位演談的人 已經講了非常久 我們想還是先休息一下好了 那我們先休息15分鐘 然後等一下我們 因為有很多問題 我也不知道這個 那可以教授要什麼回答 我們先休息15分鐘 我們到55分好了 然後我們再請他回答 接下來請大家來繼續提問 那先休息一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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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